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大藏经 又叫一切经 那么简短的 寓意又非常深刻的新经呢 就是大藏经当中最被中国人熟悉的佛教经典 我们今天读的新经最著名的有两个翻译的版本 第一个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后勤的高僧 纠摩罗什 他翻译的这个版本的名字叫 摩赫波罗波罗蜜 大明经咒 也叫摩赫波罗波罗蜜大明经 纠摩罗什呢 是公元343年出生 公元413年元祭 从他的名字啊 我们就知道 他并不是咱们中国人 他呢 本来是印度的一位高僧 后来来到了咱们中国 做了东晋十六国 后勤这个国家的国师 纠摩罗什在中国的佛教史上 是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之一 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 又有一位更有名的人物 也翻译了一个版本的新经 这位就是著名的去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 也就是唐僧 玄奘法师翻译的版本 这个新经 叫做 波罗波罗蜜多新经 从历史上来看 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版本 显然比纠摩罗什的翻译版本更受人们的欢迎 所以现在啊 在大街小巷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新经版本 就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版本 我讲的新经呢 当然也是以这个版本的原文 来一句一句的向听众朋友讲解 佛家和道家真正的师父教徒弟的时候 都是按照经典的原文一句一句的向徒弟讲解 这种教学方式呢 叫做过经 如果听众朋友要是拜了一位师父 跟他学佛或者学道家 那么你的这位师父就应该按照佛家或者道家的经典 一句一句的跟你讲 这样才是正宗的 合格的师父教徒弟传承的过程 我在实际生活当中一对一教我的各位徒弟的时候 都是这样进行的 不管他学哪一家哪一派的经典 我都是按照经典的原文逐句的深入详细的给他讲解 当然这个讲解不能只停留在单纯翻译古文的层面上 那就太肤浅了 一定要讲出文章深刻的内涵 文字深处的智慧 还有如何在实际当中去应用 玄奘法师呢 他是公元602年出生 公元664年原济 玄奘法师不仅仅翻译了大量的印度佛经 同时他还创了佛教大成的一个宗派 这就是著名的唯实宗 唯实宗啊又叫瑜伽宗 创始人就是玄奘 他是大成佛教八大宗派之一 大成佛教一共都有哪八大宗派呢 首先呢 咱们中国佛教第一个正式成立的宗派 叫做天台宗 也有人呢读成天台宗 因为中间这个字是个多音字 天台宗的祖庭 也就是发源地啊 就在浙江的天台山 在台中 这个宗派大约成立于咱们中国的隋朝 他也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 然后大成佛教第二个宗派叫华严宗 华严宗是专门研究华严经的 华严经据说是佛祖释迦摩尼 成佛之后讲的第一本经就是华严经 可见呢 华严经的学术地位是非常的高 非常珍贵的 下面一个宗派叫三论宗 三就是三四五的三 论呢 就是讨论 议论的论 下一个宗派叫做律宗 这个律是律师的律 律宗的僧人 真的就叫律师 当然了 这个律师啊 和现在研究法律的律师 只是名字相同 本质上完全不一样 修行律宗的出家僧人 除了被称为律师之外 人们还习惯上称他们为行者 或者头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修行律宗的僧人 他们是不剃发 不圆顶的 出家的僧人把头发剃掉 留着光头 这个在佛学的术语上呢 叫做圆顶 那么律宗的修行僧人 他是不圆顶 不剃发的 头发一直劈散开 然后拿一个铁的钩 套在自己的前额上 避免这个头发散开的太多 挡住自己的脸和自己的视线 行动不方便 而且修行律宗的僧人 他们要特别严格的遵守 佛教的清规戒律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 下一个宗派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 玄奘法师创的 维时宗又叫瑜伽宗 维时宗提出来 人一共有八个意识 最高级的最深层次的意识 叫做阿赖耶识 维时宗呢 就着重研究了人的阿赖耶识 下一个宗派 就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禅宗 再下面一个宗派 叫密宗 最后一个大乘佛教的宗派 就是净土宗 上述就是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 这八大宗派 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到目前为止 依旧比较兴旺的 学习修行的人比较多的 就剩下了密宗和净土宗了 前面这六大宗派呢 到今天为止啊 都已经衰败和没落了 研究和修行 这六大宗派的人 现在已经极少极少 为什么我要给听众朋友 比较系统和明确的 介绍一下佛家的 大乘佛教八大宗派呢 因为啊 在后面讲心经的节目当中 这些基本知识 我们会经常的提到 经常用到 如果你没有前面 这些基本知识的铺垫 下面再听心经的具体内容 有可能你会听不懂 搞不明白 我们学任何东西 都要先了解它的来龙 然后再研究它的去脉 所谓来龙 就是这门学问的背景 历史发展 所谓去脉呢 就是这门学问的现实意义 如何应用 还有如何的把它发扬光大 推陈出新 这是完整系统 学习任何一门学问的 必须的过程 也只有这样学啊 你才不会学偏激 不会在学习当中 误导自己 有一个想法 你充满工大 你充满工大